你要选平衡型真的学问很大 从最基本的怎么配 然后买什么都是大学问 所以学会看指标指数 是对你选择平衡型基金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你先抓到股债比 第二个你再进一步去看 投资的地方 哪里的比重是多少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韵芬 自从俄罗斯跟乌克兰大战以来 很多投资人都在找一个避风港 那过去有很多人讲说 台湾可以投资一些高股息低波动 但现在的主流是平衡式基金 但你真的了解平衡式基金吗 在这个政治 地缘政治的一个风暴之下 你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配置 我们今天请到专家 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欢迎一下我们南台科技大学 财经系的教授 朱叶忠 朱老师 朱老师好 韵芬姐一起全部观众大家好 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哇当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那我就把钱躲到平衡式基金去嘛 因为进可攻退可守 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没错平衡型听起来很好 有股有在平衡 对 真的是听起来非常好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吧 好我们先从定义开始看起 好 所谓的第一是法律上的规定 来平衡型告诉你说 我们是同时投资人 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去讲 你这些钱要70%放在全部这些加起来 好这没有什么特别 最重要是下面这个 按照规定股票的这个额度呢 必须在整个规模的 90以下不得低于10% 白话说就是股票必须在10到90之间 换句话说就是 这对比也太大了吧 也就是说股票最多要9成 最少也要有一成 那债券当然就是反过来 好 所以玉芬姐刚刚讲到重点的 差很多耶 对啊 因为你听平衡你以为说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5050或6437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我10跟90差太多了 好那还没完喔 如果是境外的平衡 因为我们刚刚说这是国内法规 国外没有人在规定这些事情 所以它是0到100都可以 而且呢它不会只有股跟债 它什么东西都可以放 所以这种就叫做所谓的资产配置型基金 也就是说它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 通通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广义的平衡型基金 我们把它称为多元资产配置基金 这学问就大了喔 所以也就是说平衡型基金能够玩的东西就多了 好 所以呢我们就先从简单来看起 好刚刚说平衡型来 我们直接的例子给大家看 好我们来看几档 我们刚刚说平衡型来 这些都是平衡型 是不是名称给你写多元资产 它不写平衡型喔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多元资产就是一种广义的平衡型基金 可是你看到这一档 这个同一家基金公司的 90 70 50 345 什么意思 不知道 你只看这个数字你觉得不知道 重点在后面 90%放在它只说成长型之间 它也没说股票 成长型之间 我们就多姑且用股票来说好了 所以90的意思以这档基金来说 它指的是90%放在股票 70就是70%股票 好最少的35 30%股票 很抱歉它通通都是平衡型 问题90跟35差很多呢 差很多啊 尤其是你到90%了 请问你说它跟股票型有什么差别 几乎一样啦 只差10% 大家特别注意到 股票型基金一样可以投资再借 虽然它没有说 但是它法律上是可以的 只是大部分时间它不会 偶尔会也不会太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跟这个不就很像了 所以呢平衡型基金 这个问题真的是蛮大的 你必须先搞清楚最基本的 股债怎么配 好那也就算了 还有更大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看后面的说明 你只看这几个名字 约本姐又要考你了 我好喜欢考约本姐 来你看到收益平衡增长 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中间是平衡型 对 其他应该都是股票型基金吧 收益你可能以为是债券型 有一个债券 对那增长应该是 很抱歉 收益型是25%股票 平衡型是50% 增长型是75% 结论是这三档 一样都是平衡型基金 这不就是告诉投资人 你不要忘闻生意 不要以为说 看到收益 我相信就算我没有看之前 我100%我也认为它是债券型 对 好这不是最后一分钱 我也会一样 同样的 增长型就是股票型 你绝对以为是股票型 可是你如果没有看它的投资说明 你绝对不会知道说 它们其实通通都是平衡型 这就是平衡型麻烦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搞清楚 你买平衡型基金的时候 它的股债比例是怎么样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喔 不是说它规定多少 就一定是这样子 也会变吗 还是会微调 也就是说我原则上以它为基准 我可能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但是基本上也是一样嘛 25跟75就差就追了嘛 所以你不要忘闻生意 好 那我怎么知道我选的平衡型 是哪一种平衡啊 对 所以这就是关键的所在 来 所以我们用更详细的资料来看 好我们看到这个是从MoneyDJ里面 抓出来的基金的基本资料 好所以你看喔 是不是平衡型 基本上它已经有告诉你分类 你不要自己去猜 你不要从名字上去看 因为譬如说这个也是告诉你 它是资产配置机制 所以你就从分类里面 你先确定它是平衡型的 那但是一样平衡型 它还是有分地区嘛 好像我们这一档讲的是叫 全球平衡型 你可能也有区域平衡型 或是单一国家平衡型 通通都有 但我们今天就没有特别谈 不同的区域 我们先了解到平衡型 好 你已经知道它是平衡型的 可是接下来重点就是 它到底怎么配 对 好怎么配 来很重要的 也很简单的 你就从指标指数来看说 它到底怎么配 好这要先说明 绝大部分的基金 它都会有一个指标指数 指标指数指的是说 我这档基金呢 我要去跟人家比较的时候 我要跟谁比 这个指标指数是它自己订的 不是别人订的 好 所以股票型它就会找一个股价指数 债券型就会找一个债券指数 可是平衡型没有平衡指数这种东西 所以很重要了 有没有看到一大串 平衡型就这样子 它会找它投资的内容的相关指数 来搭配某个比例 所以如果你看懂这个指数 你就会知道它的属性了 所以来我特别找这档 比较复杂的来跟大家做说明 绝大部分不会这么复杂 好 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 可能告诉你 MCI的世界指数占60% 然后呢 譬如说彭博巴克兰的全球债券指数 可能占40% 那就知道是64 股票6 对 它可能就是很单纯 大部分的平衡型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这一档 因为我们特别抓一个现在广义的 尤其是我们等下再看实际的迹象的话 你会发现现在其实主流都是这一种 反而很单纯的股债配已经很少了 你股债配 因为姐也很清楚 有时候就是股债双跌嘛 那你股债配就没意思了嘛 好 所以呢现在就是都是多元资产为主 好 所以来看喔 好 第一个告诉你 36%的标准普尔的500指数 好 没有错 24%的富时世界波韩美国指数 也是股票 24%的ICE美银美银五年期美国国库券指数 对 16%的富时非美元全球政府债券指数 债券 好 所以呢 韵芬姐已经讲出几个基本的重点 四个指数里面有两个股票两个债券 哦 那加起来60 40 没有错 韵芬姐非常的棒 60 40 所以这是第一步大家一定看得出来 可是这一档基金呢 它的指数写得非常的详细 我们先第一步知道股债比 第二步你要知道什么股什么债 诶 一样是股债 你新市场股跟成熟股 但就差很多了 一样债 你是投资级的债还是投机级的债 或是先进国家的债或新市场的债 那就差很多了 所以你进一步再看喔 好 标普我们知道是美国的股价指数 36%表示我有36%可能放在美国的股票 另外这个24%放在 他这边已经跟你说不包含美国 也就是说 我有24%放在美国以外的股市 够清楚了吧 好 再来24% IC1号 这个是洲际证券交易所 好 那 美银美铃的五年期美国国库借 诶 很清楚的告诉你 美国公债嘛 好我这边放24% 剩下的16%已经告诉你 非美元基本上就是其他国家 美国以外的国家 也告诉你政府债16% 所以你看喔 我们以国家来看 这里美股36% 这里美债24% 告诉你什么事情 60%在美国 国家债 40%在美国以外的市场 好 是我们又多知道一个资讯喔 再来还有喔 这真的学问很大 你看到 美国国库倦是什么 公债 政府债是不是也是公债 诶 告诉你我40%的债券 而且我以公债为主 我们刚讲债券有很多种嘛 那他这边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都以公债为主 好是不是 资讯很清楚了 还没有完 有没有看到 五年期 诶 这又是一个资讯了 投资债券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知道这些公债公私债这些之外呢 年期也很重要 尤其是美国即将升息 接下来要升多少 没有人知道 通常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 升息通常对债券不好的 而且很重要喔 越长期的受利率影响越大 就是说我如果升息的时候 越长期的债券会跌越多 所以年期这时候就相对重要了 如果你这个利率不动的时候 你基本上不太需要去管它 好问题是 五年期较长还是较短 短啊 不长不长 对啦 因为十年以上较长 一年以内较短 五年期叫做不长不短 好必须说 以主流的债券市场的交易 通常呢 要么就是很长 要么就是很短 这种不长不短的债券 通常市场比较不喜欢 哦 诶这又是一个资讯了 那这场基金呢 它锁定五年期 那它有它的考量 我们就不去讨论 所以你看到是不是 哇一个指数 你如果看得懂的话 你是不是已经把它 八成以上都摸透了 所以学会看指标指数 是对你选择平衡型基金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汇整来说 第一个你先抓到 股债比 第二个你再进一步去看 投资的地方 哪里的比重是多少 当然不是每一档都会写的这么清楚 好但是就这一档里面 是不是已经告诉你 60%在美国 40%是美国以外 第三个告诉你 什么股什么债 诶是不是清楚楚 这一档基金甚至在进一步告诉你 我的债是买什么债公债 告诉你我买的期限又是多长的 清楚 非常非常的清楚 诶那朱老师 其实除了会看这些指数之外 其实我们最会看是绩效 你给我绩效 就是什么都不用说了 没错好 我们刚刚说的 平衡型基金它的内容有这么多的差异 那显然可想而知 绩效也会差很多 因为股债怎么配 就是一个大学问 什么股什么债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会影响绩效嘛 所以来我们给大家抓 过去一年最好的 我们是只抓全球型 因为这平衡型基金太多了 全球型 来你可以看到 我们先不要看绩效 你会不会看名称里面 有没有发现几乎都是多元制裁 主流嘛 我们跟你说现在 单纯的股债配的平衡型基金 已经很少了 主流都是多元资产 都是大杂烩 好来绩效 今年10% 8% 7% 5%好 可是如果你拉到近期 不行啦 因为最新 近期是不是事情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也开始有跌了 好 但是我们再对比 不好的部分 来喔 一样喔 全球平衡型 你看到也是都是多元资产为主 可是你看到绩效 怎会好败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重点嘛 你股债怎么配 什么股什么债 差很多 而且你看到拉到近期 是不是一样虚类的 所以呢你要选平衡型 真的学问很大 从最基本的怎么配 然后买什么 都是大学问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 你与其去买这些便宜型 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是搞不清楚 尤其我们刚说的指数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了解 比较简单 我也比较建议的就是 你自己去买股跟债 配钱不就是便宜 那问题是卓老师 现在你说说 从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以来 大家也很担心 这战争的一个后续的发展 还有就是要升息了 那我们的股债大概要配多少 比例呢 那当然正常情况 市场风险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建议债券型的大一点 可是现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嘛 美国要升息了嘛 未来要升多少没人知道 而且至少可以预顾的 绝对不会升很少 我是说一段时间以后啦 所以在这时候你说要去买债券 好像又不太低 对 所以像这种时候 这种多元资产其实相对就比较 因为它会帮你分散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是今年以来 其实真的股债双碟 所以你这时候要选多元资产 多元资产它会到哪里去 它可能到货币 它可能到贵金属 它可能到像MBS 这个资产抵押证券 或者是像REITS 这些犯债券型的商品 它都有可能去投资 在这种特殊时机的时候 它可能相对好 但是多元资产 我们刚刚讲的 询问真的很大 好难差这么多 对 那你自己股票跟债券会配多少 375564 我个人基本上比较勇敢 我都是跟他拼的 所以你股票很多 对 所以我基本上我债券 其实很少会超过两成 好 了解了解了 好 谢谢助约中卓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 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 准时上线哦 我们下线 什么事